春寒是已故巨星凤飞飞的第一部大荧幕作品 国家电影中心在网路平台上发起了群众募资 推动数位修复 两个月的时间募到了180多万顺利修复完成 并且选在凤飞飞名诞这天重新上映 凤迷们跟当年的男主角梁修生 还有男配角刘尚谦 一起在现场怀念帽子歌后 也重温当年的美好时光 圣公马的王 爱的一首字轻轻摔 同行不走会明映 资深演员梁修生弹着吉他 为已故歌后凤飞飞伴奏 国家电影中心数位修复1979年凤飞飞的首部电影作品《春寒》 重现当年帽子歌后的建议 我很喜欢耶 你也喜欢音乐 你以为我很俗气啊 不敢 我很惊讶 你把我的节奏把握得很好 我可不可以当你的知音啊 电影《春寒》特别选在凤飞飞名单重新上映 现场来了上百位富迷 只为一睹她当年的身影 我也希望这部影片修复之后 能够重新跟大家见面 让大家能够再看到凤飞飞 也能够看到我们对电影当时的付出 尤其凤飞飞的第一部电影 不仅是为这部影片 而是让在对我们的电影的整体恢复来讲 也是一个喜讯 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们要私奔 不是私奔 我们正要下山去结婚 电影《春寒》是首部在群众募资平台FLYING V上 由影迷赞助完成修复的电影 短短两个月就募得超过180万元 其实我们在大概差不多一个多月 就募到100万左右了 那我们把设定的时间是60天 所以其实到了最后几天的时候 其实已经超过我们要设定的这个金额150万 已经到了160几万 加上有一些不善于使用网路 然后它就是利用传统的画播方式 或到我们电影资料馆来提供这个捐助的 总共募了183万 凤迷在特应会上大合唱 感谢凤飞飞带来的美好时光 并相信第二部第三部凤飞飞的经典作品 数位修复版很快就能跟大家见面